那产后腹部松弛要怎么改善呢 其实产后啊 你在生活上啊 不要太快速的减重 多做腹部的核心运动 的确是有帮助 加速你产后整个弹性恢复的 让这个整个时程缩短 如果你在一年后 发现你的腹部还是很松弛 有时候你可能在做更多的运动 或是体重在做更好的控制 也许是都没有效的 这个时候你就可能要 寻求手术或是医美疗程的帮助了 精华美丽 グルルルル 修正美行我追音 大家好 我是精华美医阵影医师 现在女性呢 对于自我要求越来越高 很多人在生了小孩 当了妈妈后 还是会希望维持一个良好的体态 但生完小孩常常会有一个 腹部松垮的问题 这个问题有时候并不是单用运动 或是节食减肥就可以改善的 那到底要怎么处理呢 首先腹部松垮 我们要先厘清 这个松垮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 有可能是皮肤 因为当你的腹部被撑到一个很大的状态时 维持了9个月10个月 忽然消掉 你的皮肤的弹性一定还没有办法即时的回弹回去 所以皮肤会比较松垮 过度撑开以后 甚至造成你真皮层的一个弹性纤维 胶原蛋白的断裂后 可能会形成一些韧成纹 或是皮肤过度的松弛 这个有时候不会随着时间完全的紧实回来 那再来呢就是脂肪层 有时候我们在怀孕生产的过程可能都会体重增加不少 那这个增加脂肪层也会让腹部看起来变得体积更加庞大 更加松垮 那还有一种状况啊 它并不是松垮 它就是单纯你会觉得你的腰变粗 肚子变凸 小腹变大 只要吸个小腹 你的腰伸就会回来 这个问题大部分是你的 腹直肌中间的筋膜被撑松造成的 那腹直肌是你腹部中间两条直排的肌肉 也就是它如果训练的比较好 就是我们平常会看到的腹肌 那什么6块腹肌8块腹肌 那这个腹肌的中间这条线 在年轻没有生过小孩的女性身上 它是紧实的一条线 厂后的妈妈常常这条线的筋膜会被撑开 变成一个平面 那这个筋膜就不像肌肉这么有力 可以有效的把你的内脏组织hold住 在你放松的时候 它就会变得比较外凸 那你稍微吸起来它又会进去 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 那你就是属于腹直肌筋膜松弛的状况 那什么样族群比较容易产生 产后的腹部松弛呢 大概在刚生完的头一年 基本上每个人的腹部都会有一些松弛 那随着时间可能一年后 状况好的人呢 可能紧实度可以恢复到接近原来 或是视觉上看起来跟原来没有差很多 只是捏起来稍微软一点 没有办法恢复的那个族群 看起来还是很松垮呢 大部分可能会是因为你是高龄产妇 本来皮肤弹性就比年轻人差 或是你已经生过很多胎 重复的皮肤被这样子 撑开回弹 撑开回弹 它失去了弹性 那再来就是你当次怀的 可能是双胞胎 多胞胎 或是胎儿过大 你的腹部隆起的速度过快或过大 也有可能是你怀孕过程啊 你的体重增加过多 你整体的肥胖也会让你腹部整个撑开 然后如果你生完又快速减重 那你腹部松弛的状况可能会相当的严重 那产后腹部松弛要怎么改善呢 那其实产后啊 你在生活上啊 不要太快速的减重 多做腹部的核心运动 的确是有帮助 加速你产后整个弹性恢复的 让这个整个时程缩短 如果你在一年后发现你的腹部还是很松弛 有时候你可能在做更多的运动 或是体重在做更好的控制 也许是都没有效的 这个时候你就可能要 寻求手术或是医美疗程的帮助了 那有哪些疗程呢 可以改善腹部松弛的状况呢 那首先我们会先看你 到底松弛的是在哪一个层次 那如果你只是单纯皮肤的松弛 而没有过度的脂肪堆积的话 这时候你可以做一些 非侵入性的疗程 像是凤凰电波啊 它就有专属的媒体探头 可以帮助你肌肤做一个紧实的效果 那也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电音波的疗程 这些都是一些没有恢复期 然后又没有侵入性的一些治疗 再来有时候可能只是单纯 肥胖的问题大于松弛 就是你会发现你腹部脂肪堆积 可能大于2.5公分以上 这样子的脂肪很多 可是你皮肤其实并没有到很松的状态下 其实可以单纯靠抽脂手术去改善 因为皮肤如果有一点点的松弛的话 你抽脂的时候可能就要搭配一些能量型的抽脂 例如像是微塑啊 或是阴浪指雕等等 那甚至可以更进阶搭配超能电浆 去做一个抽脂雕塑身材的同时 又去紧实肌肤的效果 那这样子就可以帮助你脂肪减少 那肌肤又可以增加一些回弹性 那再来就是你的皮肤的松弛程度 比较严重的族群 可能建议就要搭配做腹部拉皮 所谓的腹部拉皮呢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全层次的处理 它可以将你多余的肌肤 多余的脂肪做一个去除 那同时做一个腹直肌的收紧 那对于产后的妇女啊 什么时候可以来做一些疗程 改善腹部松弛的这个问题呢 那一般像是非侵入性的 像是电音波 比较没有时间的限制 你真的你有松弛的感觉 你想改善你随时都可以做 可是如果是比较有侵入式的 这种治疗像是手术抽脂等等 那通常是建议大概产后一年后 对于想要接受腹部拉皮 手术的族群的话 为了维持它未来长期的手术效果 以及安全性 我会建议你已经决定 未来没有要再生小孩 以及你体重控制会比较稳定的状态下 再来接受手术会比较好 毕竟你皮肤被切掉一部分 你腹部脏力会比较高 未来在怀孕上 对于整个组织的伤害一定是会更大 那正义是跟许多妈妈一样 也都经历过怀孕生小孩的过程 那也经历过产后身材恢复的一些焦虑期 其实这个过程是相当辛苦的 同时要照顾小朋友 又要看自己身材走样 要想办法把自己的身材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那其实我会建议大家 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真的遇到困难了 其实也可以寻求一些医美的帮助 来达到一个更快更好的效果 那大家如果对今天的影片有问题 欢迎在下方留言 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